5月14日,美国纽约时报,援引数名国家安全领域官员的话报道,美国国防部代理部长帕特里克·沙纳汉的新版军事计划提出,如果伊朗加速研发核武器,或者攻击美国军方,美国就应当向中东派遣多达12万名官兵。 沙纳汉在5月9日,会见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国家安全事务各位主要助理时,提出了这一计划。 报道指出,新计划是在以特朗普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约翰·博尔顿为首的鹰派加利夏拟定出台的。 根据该报掌握的讯息,计划中提出的兵力派遣规模,令很多知情人士感到震惊。 这已经接近2003年入侵伊拉克的美国兵力。 新版计划未包含针对伊朗的地面行动部分,因为这将需要投入更多兵力。 杨斌国评论 就在昨天的评论里,伊朗刚刚表态给欧洲限期60天时间,解决美国退出伊核协议之后,美国石油制裁的问题。 伊朗总统鲁哈尼很明确地提出,伊朗要退出伊核协议,在该协议中规定的风度和浓缩油计划,也将重新启动。 很明显这是特朗普宣布退出伊核协议之后,与伊朗的紧张关系,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至此,美国与伊朗矛盾,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 相互军事威慑,伊核协议签订过程十分复杂,牵扯到了美国国内两党在中东路线政策中的巨大迥异。 同时,在特朗普宣布退出伊核协议的那一刻,势必与前政府制定的政策完全背离。 虽然国际社会指责美国政府,在对外政策上一朝一令。 但美国总统特朗普,毫不忌讳对于美国国家信誉的指责。 依然我行我素,问题在于军事选项。 对于伊朗这样的国家来说,是一个非常艰难的选择。 即便是超级大国美国依然如此。 从特朗普决定改变美国在伊朗的既有政策开始,就决定了有最终的战争风险。 可以说,美国强行改变伊核协议的后果。 至今才开始显现,与奥巴马完全不同的外交政策的另一个原因是。 伊朗至今在美国来说没有了利用价值。 在后萨达姆时代的伊拉克,美国与伊朗互相利用,是美国到目前为止,唯一能够接受的底线。 可以说,伊朗在伊拉克战争之后,能够迅速作大。 收获颇丰与美国另一个政策分不开。 奥巴马政府执政时期的颠覆叙利亚巴刹尔政策,实际上给了伊朗一个很好的机会。 2011年爆发的叙利亚危机,美国最终其差一招,最终招致恐怖泛滥。 备受国际社会指责,美国初衷是想利用叙利亚危机,扼制住伊朗吸进的步伐。 但是,事与愿违,伊斯兰国不但在叙利亚泛滥。 美国控制下的伊拉克,同样备受煎熬。 奥巴马政府不得不利用伊朗来平衡自己兵力不足的窘境。 如今,美国不得不违反自己所签订的协议,来重新围堵已经扩张的伊朗。 而美国的伊拉克和叙利亚政策,看上去,好像是替伊朗打通了什叶派之湖。 世界很多事情就是这么奇怪。 美国不停折腾中东。 最终会被谁所利用。 多变的政策和手握重兵。 最终从一场战争,走向另一场战争。 从战争之后后悔反思。 再后悔再反思。 新兴国际原创作品。 没有授权。 不得转发。